欢迎收听《义士邪君》第158回 加了那身肥肉之后 原本并不短的胳膊把肥肉包裹着 不短也短了 再加上粗的出了号的腰围 根本就环绕不过来 两只肥手在背后根本不能交接 但是唐元呢 还是按照君大少爷的吩咐 接力的做出了这么一副姿态 以显示他的优雅从容和胸有成竹啊 不过唐元的自我感觉虽然良好 自觉是平生最出风头的一刻 但是看在下面的人眼睛里边 就像是一头狗熊 在那背着手故作风雅的散步 一举一动 都显得是笨拙至极 每一个人呢 都是激励忍住的笑 唐胖子貌似威严的四面扫了一眼 所谓贵族就是人上人上等人 比如说这个东西 唐元手一翻 掌心出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 相信呢 大家都认识 也都品尝过 这个叫做土豆的作物呢 众所周知 一斤土豆 在集市上不过三文钱就可以买到 可说是最普通的蔬菜 但是 这唐元又顿了一顿 吊人胃口 这众人就都不明白了 这家伙讲贵族 怎么却掏出来一个土豆啊 这玩意儿大户人家名闻望族 可是从来都不把这个东西 端上台面的呀 三文钱一斤的土豆 不但便宜 做菜同样方便 那回家呢 只要用水一煮就能吃了 或者啊 切成丝 或者切成片 又或者切成块 无不如意啊 唐元感觉自己的用词很有文化 很有点宏如的感觉 不由得得意的做出了一个温文尔雅的笑容 看在台下众位贵族的眼中 却如同呢 是一斤挂在墙上的母猪肉 被人抽立鞭子 献出的那种抽搐 简直是惨不忍睹啊 但是 只要是放到小酒馆 无论是切丝切片 只要做成菜了 就要半两银子 百倍以上的利润呢 唐胖子滔滔不绝 那在小酒馆花半两银子的人 相比较起在家里自己坐着吃的人 显然就是贵族了嘛 贵族嘛 吃的就是一个教钱 不过呢 这 却还是一种 比较低级的 难道是 在更高一级的酒店 同样是一道土豆丝 却 最少要花费三两银子 啊 自然了 这里又高了一级啊 那再往上数 比如说去了林雾湖的青楼 一手一个粉头抱着 然后点一道土豆丝 这个就要二十两银子了 要是再多要一个卖一不卖身的家伙相伴 这土豆丝还得水涨船高 嘿嘿 没有五十两的银子 估计下不来的 反正啊 能在林雾湖 请到大家相伴的 哪里呢 还会在乎些许银子呀 唐胖子 说到兴高采烈之处 宛如在妓院里边呢 对着一群嫖客进行演讲 一个地儿的眨望着眼睛 脸上更流露出了 唯有男人 才能心领神会的笑容啊 果然的下面顿时想起了一阵心照不宣的猥琐的笑声 这种笑声让大厅里边的几位女客都是大皱眉头 尤其是跟着二皇子前来的月儿 这时候呢 已经气得是翘脸发青了呀 林梦公主听见自己身边居然也有这种笑声 侧脸一看 只见自己的父皇呢 正眯着眼睛 摸着胡子 眼中的光芒竟有一种遇到了知己 深有同感的无量的笑容啊 不如他咳嗽了一声 又加了点劲 再咳嗽了一声 低声的沉道 哼 男人呢 都不是好东西 皇帝陛下顿时尴尬的咳嗽了两声 接着呢 变得面沉如水 急忙收起了奔放的回忆 一本正经 正经危坐的端坐在小墩子上 心中却想到 靠 差点被这胖子给忽悠了 咱可是哑人呢 当然了 您如果是去到天香城最豪华的酒店 接天楼的第九层 点着每一道土豆丝 一道同样完全没有任何特殊地方的土豆丝 就要成会一百两银子了 唐玥呢 伸出了一个手指头 轻轻的在眼前摆了摆 这个动作呢 也是跟君墨鞋学来的 君墨鞋呢 身材高挑 手指细长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虽然是相当的优雅的 而且呢 还会带出骨子里边的傲气 唐玥啊 那是羡慕不已啊 偷偷的学会了 此刻在大庭广众之下 众目睽睽之中 自觉潇洒万分的施展了出来 心中呢 还一阵暗爽 嘿 哥们总算是露了一次脸的呀 胖子 无疑是露脸的 准确一点应该说是 露掉的露脸的 因为看在别人的眼里边啊 这胖子呢 就像一个胖子 走不动的老母猪蹄子里边 插着一根胡萝卜 在死样活气的摆来摆去 而且呢 还带着些许的神经质的 僵硬的颤抖 脸上呢 居然还有着得意万分的笑容 在场的贵族 无不为之毛骨悚然啊 即便是身负不俗实力之强者 也不例外 嘿呀 这 这实在也是太恶心人了吧 整整一百两银子 那足够普通的四口之家买土豆吃上五年的 但在接天楼却只能吃一盘土豆丝 遇到在接天楼顶楼最便宜的菜 一盘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吃到的家常菜 唐员哈哈一笑 振臂而呼 这难道吃的真的是土豆丝吗 不 这吃的是风度 吃的是优雅 吃的是利位 吃的是品位 还有吃的也是这个价钱 吃的就是高处不胜寒的寂寞 这才是真正的贵族的享受 而今天能置身于我们贵族堂这个大厅中的诸位啊 任何一人在整个天乡城的富人中的地位都相当于坐在了接天楼的 第九词 这唐胖子呀 声嘶力竭 浑身的肌肉激动的颤抖跳跃 神色争獰疯狂 这里 这里就是真正贵族的天堂 纵然只是在这里喝一杯白水 那 那也是属于真正贵族的白水 套用之前的一句话 我们喝的不是白水 而是高处不生寒的寂寞 处于巅峰的寂寞 只有真正的贵族才能体会的寂寞 雷鸣般的掌声大作呀 胖子这话可以说是深得人心自是大起共鸣了 而楼上一个大房间里边君墨鞋扑车一声笑了起来 原来胖子口中所谓的真正的贵族 就是吃土豆子和白开水的寂寞人士呀 君无意摇头失笑 连带着一旁的小羊墨也笑了起来 小鬼虽然说没弄明白这君大高人话中的寒意 可是貌似土豆丝白开水确实是没什么好吃的呀 这一点呢 小鬼确实知道的 唐园啊 太过体胖心宽 大得烈烈的 记性的也并不甚好 早已经把后面的内容忘得精光了 这一段发言呢 纯属是临场的急性发挥 只是凭着上瑜的一点啊残留的印象 居然被他扯的呢 是像模像样 真是人才呀 唐胖子依旧在底下滔滔不绝 君大少爷却已经没有了再听下去的兴致 含笑的望着杨墨 怎么样了 心情好了吧 杨小姑娘 杨墨俊秀的小脸瞬间沉了下来 素来对君墨邪教的小姑娘 置为忌讳的他竟然全忘记了反驳 鼻子里面呢 哼了一声气鼓鼓的又转过了头去 平等王世子虽然说聪明伶俐 远胜寻常的小鬼头 但是毕竟啊 也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而已 遇到之前那种丢脸的事情 自然一时半刻 难以心平气和 也莫说是他了 就算是换了一个并无太身城府的成年人 也是万万低受不住的 生气有个屁哦 君大杀手哼了一声 也不哄劝他 镜子翘起了二郎腿一晃一晃的 这被人欺负了啊 你也就只知道生气 别的啥也做不了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不生气 没出息 既然生气没有用 那么我怎么做才有用啊 杨末忍受了良久的泪水 终于一股脑的流了出来 叫你小姑娘啊 一点都没错啊 一有事就掉眼泪 你哭什么哭嘛 男子汉大丈夫 动不动就掉眼泪 真是丢人啊 难怪你会被人欺负 君墨鞋不屑的说道 抓起桌子上的一个大苹果 咔嚓的咬了一口 哭有用吗 哭能解决问题吗 你要是再哭就给我滚蛋 滚到别的地方哭去 我一句话都不会跟你说的 更不会给你出主意帮你出气 我不哭 杨末急忙擦干了眼泪 却还是哽咽了两下 执着的看着君大哥人 君大哥 爹说你是聪明人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他们三个人从小就爱欺负我 我 我每次见到他们都心惊肉跳的 什么都不敢想 只想马上逃 君大哥 你告诉我 我 我该怎么办 才能不被他们欺负 怎么才能报仇出气呢 报仇出气 这个没办法 君墨写眼皮子也不翻一下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 创音网荣誉出品 人家是皇帝的儿子 世俗世家 什么最大 皇帝最大 皇帝的儿子要欺负你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忍着呗 谁让你不如人家家事好呢 可 可不想忍 墨写哥哥 爹说你最聪明了 没什么事 能够难得倒你 杨墨呢 抓住了君墨写的右手摇晃着 你 你就给我出个主意吧 我求你了 墨写哥哥 哎 打住打住啊 赶紧打住 君墨写呢 急忙推开了他的手 不耐烦的说道 这事 可不是聪明不聪明 就能够解决的 人家的爹是皇帝 你爹呢 又不是皇帝 你让我怎么帮你啊 真的没法子呀 一点办法也没有 杨墨愣住了 眼睛里边呢 瞬间呢 又蓄满了水雾 眼看着就要流了出来 小嘴一扁 直接就要放声大哭 就在这个时候呢 突然眼中一亮 即将出口的哭声顿时咽了回去 两眼呢 晶晶闪光 口中的默默念叨 墨写哥哥 你刚才说 人家的爹是皇帝 你爹又不是皇帝 为什么我爹不是皇帝呢 那同样都是皇爷爷的儿子 为什么我爹只是个王爷 黄伯父却是皇帝呢 我也是皇爷爷的嫡亲血脉 那凭什么他们可以欺负我 我却一点不能反抗 杨墨瞪着圆圆的大眼睛 黑白分明的询问着君大高人 你刚才也说了 又是皇爷爷嫡亲血脉什么的 这都是你们家的事情 我哪知道呀 君墨姐似乎有些不耐烦 你说能不能是你爹 当初跟你一样没出息 这从小呢就被人欺负 还不敢反抗 连个屁也不敢放一个 习惯成自然了 所以呢 长大了也只能受欺负 自然就当不成皇帝了 所以到现在 连儿子也要被欺负呀 我不要再受欺负 杨墨猛的攥起了小拳头 我更不要长大了以后 还要受欺负 还有我的后代 我也不要他们被人欺负 哎呦 这个 这个可不大好办法 难 难呀 哎 君墨姐虚情假意的叹了口气 是不是只有当了皇帝 才会不受欺负 我不会被欺负 我的子孙也不会被欺负呢 小杨墨问道 君墨姐叹了口气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要当皇帝 你说行不行 杨墨睁着纯真的大眼睛 你 你刚才也说了 你是你皇爷爷的孙子 自然是有资格的了呀 君墨鞋斜的眼 基础资格是有了 不过其他的嘛 就差得太远了 远远的不够资格呀 那请墨鞋哥哥告诉我 要怎样才算够资格呢 我不要再被人欺负 君墨鞋正要回答的当口 就听见身后的君无义君三爷那边 一阵震天响的咳嗽声传来呀 宛如呢 患上了牢病一般 就怕别人听不到似的 这么震耳欲聋的咳嗽声 竟只局限于这间独立的房间之内 真不愧是天玄高手啊 竟能如此的收放自如 当真了得 君三爷在这儿 可是越听越不对劲的 本是在哄着孩子开心 那怎么话题三转两转的 就到了谋朝篡位上去了呀 而且还是毫不隐晦 赤裸裸的 以君墨鞋这种教育小孩子的方法 估计小杨末也不用太长的时间呢 只需跟着军大军师带上一两个月 要是还用上一两个月的时间 岂不是太看不起军大军师的手段 顶多呀 也就是几天的功夫 就能够成功的把平等王世子 教唆成一个铁杆的造反派 九死无悔的那种 我说这小子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这个问题啊 我可回答不了你 回家以后呢 也别问你爹了 你爹肯定会说 欺负的好 正好啊 替我教训了你了 又怎么样怎么样的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 谁会欺负你呀 金墨鞋学着王爷的口气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每次被欺负 我爹几乎都是这样说的 可是他们该怎么欺负 还怎么欺负 越发的变本加厉了 杨末眨眨着眼睛 一脸的崇拜 这金哥哥真的是很聪明 很聪明的呀 因为我爷爷也是这么说的呀 金墨鞋心道 嘴上却不会照直的说出来 我自然知道了 我还知道你就是一个小叛徒 别人跟你说了什么话 你一转身就告诉你爹了 是不是 我才不会出卖朋友呢 我爹说了 出卖朋友的人不是好人 我是好人 我一定不会出卖朋友的 小杨末嫩脸儿胀得痛红啊 你急什么呀 金墨鞋白了他一眼 不过办法呢 是没有的 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玩玩好不好啊 杨末垂头丧气 兴致缺缺的符合道 好吧 一边的君无意 总算是呢 把心啊放回到了肚子里边 偷偷的擦了一把冷汗 这两个一对小疯子呀 终于不讨论那敏感的话题了 开始讲故事了 刚才差点把我吓出个好歹呀 这个故事的名字呢 叫玄武门之变 君墨鞋笑眯眯眯的说 于是唐太宗李世民成了王爷世子 而李建成和李元吉成了李世民的唐哥 也是总爱欺负自己的唐弟 某天呢 这唐弟呀 一忍再忍 终于忍无可忍 就在玄武门将两位唐兄杀之 自己坐上了皇帝 终于呢 不用被别人欺负了 这君无意啊 开始呢 还能陪着杨墨啊 含笑倾听 他平时也经常听君墨鞋讲一些故事 而且呢 很喜欢 比如有一个叫三国演义的故事 里面的内容呢 就让君无意如痴如醉 今天见君墨鞋 又要讲故事了 而且听见名字呀 哎 自己还原本都没听过的 自然留心了起来 但是 随着君墨鞋的寻寻善诱的演讲 君无意还没有来得及听完 刚刚放松的神经的煞石之间 又崩得紧紧的 比刚才还要紧啊 一身冷汗瞬间湿透了里面的内衣 故事大王 君大高人 一个故事居然能令一位天旋高手 经成这个德行 相信这份成就 就算不是绝后 却一定是空前的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提起观众收听 《义士邪君》第159回